现今社会中有许多弱势族群需要帮助 而家福中心也长期帮助他们 这次由家福中心所提供的物资 大多都是善心人士所捐赠 南投家福中心主任魏纪里表示 这次非常感谢水里北极玄天上帝会带来的物资 这些物资对于受助家庭非常有帮助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水里区北极玄天上帝会的吴会长 带领他们全体的一些会众来到这边送来了一车的物资 那这个物资里面有芳花柚子有米有盐 还有一些罐头食品等等 那这些物资对我们南投家福中心的家庭来说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北极玄天上帝会会长吴秋吉表示 这次会捐赠大多是以民生物资为主 主要是帮助生活比较困苦的人 就是在这个我们南投家福中心的家庭 我们那里有一个叫做帝会 他就用我们六冠的钱 他就是说只是说买这些物资土 这些比较困苦的 都买一些米啦 油 盐 所有食用品 要来放这些比较困苦的 上来说叫我们去继续啦 叫我们上来家福中心 这些物资去给他发 我们这些人比较困苦的 我们就给他送给他就对啦 先议员陈淑慧表示 非常感谢北极玄天上帝会 这次来南投家福中心捐赠物资 帮助了许多弱势家庭 今天呢 北极玄天上帝会 我们的会订以及所谓委员的 来到我们南投家福中心的这个基地 来关献到我们的现金一万块 以及所担心的这个米米 还有沙拉油 豆油 会订以及所谓委员的 普通时就对着说地坑非常的付出 社会上有许多弱势族群都需要帮助 而家福中心长期帮助受住户 这次非常感谢水里北极玄天上帝会的捐赠 不但提供许多物资 更帮助许多弱势族群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记者邱平逸 南投采访报导